大家好,歡迎收看房大叔看房子 前天房大叔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位於中坪地區的中越海德堡 它的總戶數是72戶 它是在2008年的時候完工 它規劃樓層是地上21樓,地下2樓 它的公設比只有28% 它的基地總面積是1172坪 當時建二按規劃的時候 是70戶的住家跟2戶的店面 車位的部分是坡道平面 總數量是186格 它一樓的部分跳高有7.8米 三樓以上讓它跳高是3.3米 我們社區的公設非常齊備 主要集中在一到三樓 但是三樓還有規劃兩屋的住家 我們有迎賓大廳 跟一個寬30米深球米的豪華迎賓車道 還有一個法式花園 緊鄰著我們的林園兒童公園 再來還有桌球室 健身房、教育廳跟撞球室 還有一個景觀錄檯 中平區是我們桃園最長的開發區之一 它最主要是以桃園市政府的生活和權為交界 然後以我們中平路為核心 它北到中山路、南到洪長十三屆 西陵國際路二段都往壽長街的方向走 一路上面有中平的黃屋市場 還有我們的桃園市的一個市立擁擠 然後再加上這附近一帶的康斯文區城市 所以這一代的小石啊 也是伶俐的 音樂 現在走路到的是玄關的一個位置 我最後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根五玉它的面寬有9米 然後深度有8米 所以它大概是有21屏大的一個空間 那我走到這個樓梯的這個位置給大家看一下 未來沙發會擺在這裡 我們所在的樓層是20跟21樓 我們現在才是在20樓的位置 所以我們算是這附近的一個比較超高的一個大樓 那正前方那個拆場那是武林高中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愛買 這裡是我們曬衣服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一個安全門 那是因為大坪樹的住宅 現在都是算安全門的一個規劃 餐廳的部分 剛剛我算過大概有7坪大一個空間 未來你放到8到10人的一個餐桌 我認為是都沒有問題的 這間房是小朋友的一個房間 大概有5.5坪的大小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父母房 印度也黏到一個可以規劃更衣室的一個空間 這個更衣室空間大概有1.5坪這麼大 四組位的面寬大概有4米 那它的坪數大概是在6坪大左右 這裡規劃的是一套四件室的一個衛浴設備 那也有開窗 而且可以看到外面的視野景觀 它這個設計是把廚房餐廳跟客廳整個放在一個一體的空間 所以這個室內這一段的使用坪數大概有到21到22坪 其實21、22坪有多大 它大概是一個2加1房的一個格局規劃的大小 現在一些兩房型的產品大概只有15到18坪 所以它光成客廳跟廚房的部分 其實就比一般的兩房要來的大 這裡是一個公用的衛浴設備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朋友的房間 也可以規劃成客房的一個設計 我站在對角線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朋友的房間其實也是很大 而且它採光非常的好 然後三件式的衛浴設備 所謂的三件就是沒有浴缸的一個部分 有做一個淋浴的一個空間 印度也連著我們先看 它這個宇宙無敵超級大的一個露台 它這個露台有20.5坪 然後是不寒大全撞的頻度 這天氣好的時候 來到這裡真的看過去是非常的舒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視野 有沒有看到山 看到這山的感覺讓我想到了一句成語 智者要山 忍者要水 其實在這個感覺 有一種人生勝利主的一種感覺 平常回到家壓力很大 在外面工作壓力很大 回到家整個是壓力的一個釋放 在這個露台裡頭 然後夏天的晚上跟家人在這個露台聊天 其實一個豪宅要具備幾個特點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它一定要有兩個客廳 所以在這裡它可以割畫出第二個客廳 這邊這裡有一個大概3.5坪大的一個櫥上式的空間 其實也是很大 我們來參觀主臥室 它的坪數有17坪 那它為什麼在規劃的部分裡頭 會把它分成一個走道跟一個 在這裡還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等等我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主臥室的一個部分 疲憊了一天 回到主臥室就是要休息 所以它把休息跟工作的部分分配的很明確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都沒有講到書房 對沒錯 這裡就是規劃書房的一個大小 這個空間大概有7坪大 是一個面寬4米的一個大陽台 事業非常好 你在這裡工作啊 或者在這裡設計一個親子房 跟你的休息空間是獨立分開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主臥的衛浴 它主臥的衛浴 其實營造的超級好 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那個洗手台是做雙門式的 然後這也是一個淋浴的一個空間 也是有採光 今天跟各位一起欣賞完了中越海德堡 我有幾個心得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對生活來說視野就是價值 對建築來說藝術就是生命 而我們的中越海德堡它就滿足這兩個店 加上它是一個全狀180瓶以上的一個大型的一個豪宅 它的室內的食品超過114瓶 那又擁有一個約定專用20瓶的一個露台 這個部分是不含全狀瓶數的 其實在市場上這樣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那我非常喜歡它樓中樓的一個設計 它是一個五房3T4衛浴的一個產品 那這是一個標準的商代宅 你在樓下的部分 在20樓部分 去你的父母跟你的小朋友 有一個充分的一個空間的一個運用 那21樓樓中樓的部分 男主人跟女主人也有一個完整 充分的一個隱私 目前這邊有一個重劃的一個計畫 它周邊的農地成交的價格 已經超過在20萬的一個部分 是農地成交價超過20萬 那等於換算成建地大概是在40到50萬之間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未來5到8年之後 它重換完成之後 這邊的建立價格可能會突破100萬 那100萬的建立價格 如果我們現在做產品的規劃 未來這邊的單品的建品 會超過40萬一品 用這樣一個概念來去匯推 我們現在海德堡的一個單價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CP值其實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們對這個產品有想來現場清零體驗的話 可以隨時跟我聯繫 那謝謝你們 好 謝謝